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比赛学院的课程 今天指数跟情绪是一个公正的下跌 那当然对于指数的下跌呢 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 这个太大的这个意外 对吧 昨天周四虽然扛着没跌 那今天周五继续跌 那我们在 当然我昨天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也说了 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就拿上证举例子 上证的1288点 就这个阴线的二分之一的位置没有占少 那依然是判断要补缺口 所以今天补缺口了很正常 对吧 这个缺口反正早晚都要补了 待会在技术上我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这个 我们说创业版吧 创业版昨天这根上阴线 对吧 连二分之一的位置都没有 就是这根阴线的二分之一的位置都没有打到 那今天也是肯定要向下 对吧 我们向下也是一样去补了缺口 那这个缺口补了 我觉得也很正常 然后就是深层纸 深层纸这边呢 离底下 今天是带着下条红缺口下来补的 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导心反转 就大家不用去 狭义的理解 然后我觉得这个缺口补呢 补呢也是应该的 就是 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对吧 有可能下午就顺势补一下 那就OK 那今天我们讲 今天我的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跟大家理一下思路 一个是春节行情 后面应该怎么演绎 对吧 第二个机会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像传统意义上说的 强势板块还要补跌以后 市场才能够见底 对吧 这个是肯定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么我们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讲 就是因为指数是可以 我一直跟大家讲 指数是可以参考技术层面的 今天北疆资金出现首次的流出 对吧 流出了63个亿 那当然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负面影响 那在这个指数 大幅度这个之前流露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看到内资 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 也就基本上是外资在那里 搞来搞去搞 对吧 然后呢 外资呢 通常他们对信息是非常敏感的 其实我们看到的几个信息就是 就明面上来看 就是人民币的升值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全面注册子的公布 对吧 那全面注册子公布呢 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理解 网上也普及了很多 对吧 那么 总的来讲呢 其实就是 讲几个利空跟 不是几个利空 就是讲一下 规则的改变 对吧 那么市场可能会有些改变 其实改变的是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注册子还是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注册子 只能这么说 对吧 因为科创版跟创业版是20厘米 这个涨跌停 然后北教授是30厘米涨跌停 护生主板依然维持 这个10厘米的涨跌停 那么基本质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护生主板里面也去搞这种 20厘米的涨跌停 那就会让很多投资者 所谓的投资者就是让很多的小伞 望而却不 因为你的波动太大了 是不利于小伞 去做一些追涨啊 杀跌啊 对吧 这种动作的 也就是说市场的流动性会缺失 那如果市场的流动性缺失 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对于A股来讲 A股是个流动性相对比港股市场要好很多的 这个我们讲的一个就是比较体量大的一个市场 有了流动性 那么作为管理层也比较好操控一些 或者说掌握吧 对吧 或者说管理层也比较好掌握一些 这个新股发行的节奏 就是IPO发行的节奏 所以本质上呢 就是要留着更多的韭菜 能够让市场保持活跃度 因为我们是一个融资市场 就是我们A股是个融资市场 对吧 所以后面的IPO呢 就是 依然会有序的进行 只是说改革的是什么呢 改革的就是我们的 新股上市的那个规则 就前五天 基本上跟 就是不再是什么 44%了 对吧 后面是10% 第一天 就是前五天 全部是放开涨跌停板的 然后呢 它是有盘中的零停 这个规则呢 跟这个创业板 客创板是一样的 对吧 只是就有一些零停的规则 那么 这个是有利于什么呢 有利于 应该这么说 不太有利于 不太有利于这个做 这个 新股 接力点板的 因为以前你可以用通道的优势 对吧 你排进去 排进去了以后 你就能赚钱 那么这些呢 就没有了 反正就是一个纯粹的 第一天就是 直接进入市场 这个博弈了 对吧 就是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中签者 跟市场 是个二级市场上的博弈 那么 关键还是要看 个股本身的 质量了 这是一个 可能有变化的地方 另外一个变化的地方 是有利于程序化交易 因为后面 哪怕是10%的股票 它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这个交易规则改变了 以前是什么呢 可以直接合按钮的 早上 这个一分钟以后 比如开盘 9点半以后 直接按到跌停 对吧 就你直接可以挂跌停 或者直接可以挂停 这个 有些小票嘛 对吧 比如说体量比较小的 我直接利用资金优势 打两个亿上去 涨停了 对吧 就一枪头打涨停 现在不行了 那每一次就是2% 一个格子 2%一个格子 也就是说你的挂单 只要超过 限价的2%以上 那就是废单 那么这个呢 是有利于程序化交易的 对吧 程序化交易的反应 它自动计算了 现在是百分之多的 多少的账户 然后就贴着这个价格 往上挂 往上挂 每一档都会挂 那么 很明显就是 对于那种 利用资金优势的 打板课来讲 那肯定是利空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没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 不做这种打板 我们更多的是 跟随市场 或者说 比如说我自己说 一进二 就是说 本身就是说 题材的判断 个股的位置 对吧 以及整体的换手情况 我们才能决定说 是不是上 上这个仓位 或者说是不是介入 那这些 其实 我觉得 整体影响不大吧 就是对我们 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来讲 这个 影响不大 但更多的影响的是 一些特殊群体 那么 反正大家都知道 我的指向 我就不明说了 对吧 反正就是 特殊群体 那么 既然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市场的 波动也不会很大 所以市场的波动也不会很大 那么 这个事情落地了以后 其实本身 我觉得这次 内资是相对比较聪明的 外资一直是买买买买买买买上去的 对吧 就把指数也买买了上去了 把这个市场 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很多人 高喊牛市来了 对吧 也买 就情绪也买上去了 但是内资 这次是没有怎么跟的 内资非他没有跟 还是砸了一些筹码出来了 当然内资本身呢 我觉得特别是公募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 就是没有更多的 新增的这个就是产品 也就是后续的子弹不足 然后内资的仓文又比较重 本身的这个仓文比较重 所以当外资拉的时候 他们自然而然减一点筹码出来 是很正常的 对吧 那么这次外资呢 感觉也有点失算 有点什么失算呢 就是 以往就是 外资买买买 然后内资很冲动 帮冲进去 最后外资兑现 对吧 就割一下内资 但这次呢 内资没有割外资 所以外资现在这个位置也很尴尬 本身外资做的就是 他们有可能提前知道注册子的时间 公布 对吧 或者说大概的时间 所以一路上买买买 买上去呢 就等着注册子出来以后 大家很兴奋 对吧 就是全面注册子很兴奋 因为现在很多市场不是都是在传吗 全面注册子就大利好啊 大牛市啊 对吧 然后那么做一下兑现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内资并没有根 而且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一直是外资在买 然后内资是 在砸的 对吧 砸出了一些筹嘛 那这里面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我觉得内资本身仓位比较重 那么他们需要做一些仓位上的这个减法 对吧 或者说是不说仓位上减法嘛 至少说做一些仓位上的调配 就是那些比如说位置 这个这个仓位比较重的一些权重类的 对吧 反正上去他减一下 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我现在实际上说外资相对比较被动 但是说所谓的相对 当然从外资的角度上来讲 如果你长期看好 比如你看好中国股市 未来的两年三年的行情 对吧 甚至两三年的行情 那这个位置依然是低的 没什么问题 对吧 就怕是什么 这里面是有一些套利的资金的 那这把其实他套利并不算很成功 对吧 套利不算很成功 也就是说他割不到什么更好的韭菜 因为为什么呢 很明显从春节后 就春节回来后 整个行情的脉络是有变化的 春节前大家看到权重 对吧 酿酒和白酒啊 对吧 然后保险啊 这个银行啊 这些这个权重类的 包括消费类的一些东西 涨得相对比较好 那么 节后回来我们看到的情况 我们就拿银行板块来举例子 看一下吧 大家看看银行板块的走势 你就知道了 对吧 连续跌了五天 就本周没有一天是不跌的 连续跌了五天 那 保险也是 对吧 大家可以看 都是一样的 是吧 保险当时我们在课上就跟大家说了 保险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的顶币力 那这个地方的调整就 肯定是不是那么 那么快的 或者说也不建议大家去碰 对吧 实际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那么 这块呢 反正到目前为止也是一样 还是一样的 就是不建议大家碰 整个春季行情后面的脉络 基本上跟成长股有关系 就是跟成长股会密切度更高一点 然后呢 跟这个 权重类的 或者说是大票 对吧 篮筹类的 关系更小一点 本质上来讲呢 一般 现在可能市场还在等这个 重要会议 对吧 两会给的一些信息 所以现在最近的盘面 我们看到一般 到了两月份吧 这个就 一号文件要出来了 对吧 那么后面大家看看 一号文件是不是有什么超预期 那么一号文件呢 现在大家都在猜嘛 一个是什么 山胎啊 对吧 然后呢 反正就是固定的农业啊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看到的消费刺激啊 所以昨天出了那个消费刺激嘛 地产也动了一下 对吧 汽车也动了一下 那么 基本上就是这些板块 可能后面会有些轮动 对吧 就是大家 就是潜伏盘嘛 就是一些潜伏盘啊 但是这些潜伏盘呢 往往等到真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都有一定兑现 对吧 所以昨天包括 消费这块也是一样的 对吧 昨天消费不是有反弹吗 包括什么旅游 这些都有 对吧 但是基本上你看都是一日游 其实就是一些 一个是板块间的正常轮动 一个就是有些消息面的刺激 或者说有些潜伏盘 那么就打一打 打一打 但它现在 现在来看都不是主流 那么以往来讲呢 春季行情里面呢 一般比如说我们第一季度什么 基建什么应该会有所动作 对吧 基建这些东西有所动作 但目前来看呢 整个的 就是工程机械板块呢 走的也不是很好 就是基建建筑啊 这些也走的很一般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走的比较一般 对吧 也不算很好 那你看这里是 是有一定的这个上升的 就是建筑类的是有一定上升 这里面两个原因 一方面呢 我觉得本身站在 每年的一季度的时候 对吧 总会 大家会对今年的这种基建的投资 会有些期待 还有一块呢 就是 可能 这个 有纪念一带一路 这个十周年的这种 预期债吧 大概 大概这个情况 所以基建板块呢 可以看看 我只能说可以看看 但是 要想成为主线 基本上没这种可能性 想成为主线 没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 所以整个来讲 现在今天算是一个情绪 跟指数的共正谱跌 包括所有的板块 基本上都是跌的 等一下我再来说 那个数字经济概念 对吧 那么 有色 大家还记得 我们周三上课的时候 我就说了 有色板块 对吧 指标超高了 不行了 对了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下 包括 这个也提前跟大家讲了 让大家减啊 对吧 如果你减了你就知道了 对吧 那肯定是减 什么时候再加呢 你要等了 因为这个地方肯定没那么快 有时候也得减 像中国系统之类的 就减就行了 那 类似于像什么 降落物业这种是属于个股行为 就是个股行为 三连板 那这不在我们的范畴里面 因为你 这个就是纯粹的 每个人 就是做你要做强势股 或者做连板股的这种考虑 不是板块的考虑 对吧 这是一个 昨天呢 我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讲到半导体 半导体修复完了 昨天不是反包了吗 那我说半导体基本上又要进入震荡了 就我们别指望半导体就直接反转 所以今天你看又震荡了 对吧 但是半导体大家记得 如果震荡又回去了 又跌回去了 你又可以买了 你又可以买了 它每次就是 不是每次 就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它就是一个挖个坑田好 挖个坑田好这种节奏 对吧 那么半导体 我到今年下半年 我觉得希望还是蛮大的 对吧 半导体嘛 反正就是类似什么 我之前说 那些拖金啊 之类的 你看对吧 你跌两天去买 昨天扔掉就OK了 还有那个 这个北方滑窗也是一样的 对吧 底下的 就这一类 反正跟设备有关系的 都都还行 都还行 那么 最近长得最好的就是那个 对吧 对吧 因为我自己买了 我没说嘛 就没说 反正跟大家提了一嘴 就是 次星的半导体 领头羊 对吧 就是当时说了 次星里面会出一个半导体 就是这个 对吧 味道纳米 那这也是 流浪地球二里面的高科技 就是我们家的高科技材料 叫做纳米天梯 大家有兴趣去看看 是不是有个纳米天梯 其实就是这个 就这个 那么 反正涨了 给了很大利润呢 也不用去再追了 对吧 我们也有 也有选择找到的 所以其实不奶 对吧 当然最近 又去提那个盖台矿了 对吧 就是 但这个我觉得 可能是个催化吧 但没有盖台矿 它也会涨的 也会涨的 这个就是 很明显的这个半导体 对吧 好 那 板块这块呢 电器设备 主要就是 新能源赛道这块 新能源赛道呢 我说一下 创业把指数捕 却补掉以后 到下周吧 新能源赛道 依然可以去吸的 一个是盖台矿 对吧 一个就是什么 一体化压注 就是汽车配件 然后还有 那个 像HTT电池啊 之类的 都行 都行 都没什么问题 就反正 你得它调一调 调一调就行 好吧 这是从 这个新能源赛道 尽快来 这样的 那么 酿酒呢 可能我也不建议 大家去碰 酿酒 不建议 大家去碰 像茅台之类的 又下来了 对吧 很难看吧 之前涨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觉得 呀 你又死回来了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今年我也说了 指数层面上 我不太看好的 指数层面 我就是看 因为春季行情就看3500点 我觉得3500点已经顶头了 我能看到的顶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春季行情的性质来讲 春季整个行情已经从价值转为成长 如果是成长股涨的话 那第一个我要看科创版 对吧 第二个我要看的就是 因为成长股涨 所以指数不见得会有很好的表现 指数不会有很好的表现 然后指数那块 重点其实就是要看券商 就是要看券商 券商因为其实就有点像 情绪的一个标杆 它并不是一个 纯粹意义上的 就是带着指数冲 但是呢 每一次 比如说 整数关口 比如说再次突破3300 3300到3400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要有 券商来带的 对吧 那指数我们回到技术层面 再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线 日线大家看一下 这一波的上涨 对吧 这是不是日线的这波上涨 比如说我这个形态 比如说这个形态 就是从2885点上来 这块是第一浪 就是上涨的第一波 这个是二浪回调 这个现在是三浪 三浪完了以后 应该有个四浪的回调 回调四浪完了以后 才是一个五浪的上涨 那这个五浪的上涨呢 应该我说了 那个时间点在 早就说过了 对吧 就是早就跟大家说了 时间点是在四月的第三周以后 第三周以后 那么至于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市场慢慢验证的 但是我要提前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大家做好这个准备 如果到了那个点上 就能五浪涨到那个点上 大家看到了这种现象 到了进入四月的第二周以后 大家已经看到比如说高位放量指数滞涨了 对吧 包括我的那个指标比如说 又很非常高了 那那个时候你就要测了 你就做好测的准备 对吧 所以所有的判断是一定要先判断的 对错实际上我觉得不重要 它是个概率 因为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的说对 对吧 当然也没有人会百分之百的说错 总归有这个概率 概率的重要性 其实我觉得没有应对来的重要 就像昨天这个位置上 指数还在五浪涨之上 对吧 那你说今天一定是补缺 还是下周一补缺 其实谁也说不准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次应对 虽然我说了这个指数 这个地方是日线级别的调整 这个早就跟大家讲了 但是呢 你需要有一个应对 什么应对呢 就是你拿五日军线当做一个标杆 五日军线跌破了 那就不用看了 今天就是要去补缺了 对吧 实际上就是这么走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早上你看盘面就知道 早上开盘的时候就是 很多东西核按钮之类出来 你就知道今天我就观望 对吧 昨天我给的策略是什么 只卖不买 都写得清清楚楚了 对吧 就是只卖不买 那今天给的策略是什么呢 早盘就观望 就好了 就是这是对大部分人都是合适的 对吧 你说你做强势股啊 你说腰股啊 你说这种个股的套利啊 那另当别论 因为你完全要看个人的这个水平跟能力了 或者说完全要看个人对个股的理解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只要大的方向你没什么问题 大的结构没什么问题 那就很清楚 所以小的只需要修整 然后呢 预判出来以后 错了就做修整 对了就是跟随 还有一个就是 嗯 等于说 每天都要做好预案 就是你的交易预案要做好 当这个预案有了以后 你只要一看盘面 就是你就很清楚了 对吧 那么 大饼已经给大家画好了了 就是四月第三周以后的这个大饼了 对吧 最后还有个五浪了 这个五浪没走完呢 对吧 而且可能有五浪里面还会有直浪啊 这种 但是我也不是鼠浪的高手 我只是说用最简单的浪型来跟大家讲明白 市场有可能春季行情走到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高度 我只是用这个来做比较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 就是我这个什么是鼠浪高手没有 我也没系统学过书了 我只是很简单 这个看本书就能看会的东西 对吧 就是很简单的方式来 我有我自己衡量的标准 就是我有自己的交易体系 怎么看市场 对吧 那好 我们回来 看一下 因为这既然是日线级别的调整 那现在时间跟空间够了没有呢 显然是不够的 那怎么判断时间空间是不够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就知道了 这是60分钟上的第一段下跌 我们就说时间吧 我们不聊空间了 时间是什么呢 它跌了10个60分钟 是不是10个60分钟 2 4 6 8 10个60分钟 好 那这里是走了一波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它现在跌了几个60分钟呢 显然只跌了4个60分钟 是不够的 那4个60分钟不够的 那至少也就是说还要跌6个 那如果是AC等长的话就是6个 一般C会比A要更长一点 对吧 所以时间上应该要到下周 至少要到下周 对吧 大同意吧 所以那到下周 显然这里空间也不够 对吧 所以补完缺以后 依然还要向着这个位置去 就是可能还要往下 在3200点之上 再寻找一个支撑 就是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吧 就指数调整的幅度 对吧 当然今天呢是这样 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市场情绪指标就知道了 又回到 这个是日线的 日线的市场情绪又回到了冰点了 对吧 四线都是下跌的 那么正常来讲呢 周一可能会有一个情绪的落反 或者说有一个情绪的这个修复 情绪修复完了以后 到周二还要有一次确认 那这就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那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跟我们的预判就相符了 对吧 是不是预判就相符了 那这个就是60分钟上的AC 至少要等长或者说C要大约A 好 那我们再从日线上来看 日线从这里的一笔涨了多少呢 涨了21天 是不是涨了21天 那21天又是非不断去数列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拐点 就是上涨进入到21天 一般上涨到13天 21天对吧 都是要调整的 那么很清楚了 现在21天的调整 那21天对应的是多少呢 21天一般对应的是多少呢 是5到8天 那现在调了几天呢 才调了4天 5天对吧 就4545天 那显然不够 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调 就调了4天 那调了4天以后 至少到下周一才是5天 对吧 如果以这个来算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算 那就是5天 那下周一是第6天 下周二是第7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指向性就在下周2左右 对吧 那你说一般调5到8天 那如果按照8天来计算 就8天左右来计算 那下一个拐点应该出在下周的3 对吧 下周3这样 下周23 可能早一天晚一天都有可能 就是下周23才会出拐点 就是出这波日线调整的拐点 所以时间上是不够的 所以目前来看 时间上是不够的 那么时间空间 它是等同的嘛 也就是说如果空间限到 那时间上要磨一磨一磨 如果时间限到 对吧 空间没到 也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时间到了 如果是空间不到的话 比如说那天时间到了 空间不到 它会在当天砸一下再拉回去 就大概 大概的这个 时空它会平衡 那么这个都是 就是技术上我们能够在 指数上面去寻找的答案 寻找答案 好了 那指数的答案我就讲完了 就是 包括春季行情的演绎 也跟大家说过了 对吧 那么其他就没什么了 然后说一下科创版 科创版是这样的 当时这里不是留了个跳红缺口 这个向下向下的跳红缺口 后来又补掉了 昨天补掉 今天又把缺口补掉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不存在 所谓的倒行反转 或者是这种叫做变盘信号 它没有没有这种变盘信号 整整体的走势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会回顾 这个回顾那个 回顾那个深层值 深层值也是一样的 它这里也不存在所谓的倒行反转缺口 没有 后面也会调完了以后 也会上去 也会上去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忧 对吧 整个春季行情没有走完 它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因为你毕竟涨了多了呀 对吧 你在涨了 第一个时间上 整个的上涨 就这一波的上涨 已经涨了60天了 对吧 涨了60天 那一般是60到62天 或者60到65天之间是个极限 就一波上涨极限 它该总要调整的 牛市里面只是调整的浅一点 熊市里面调整的深一点 对吧 不管是说大级别的反弹 还是说这个趋势的反转 其实都是都是这样的 反正就是你该调的总要调 是该调的调 好 那我们说一下板块 板块呢 今天实际上 昨天那个300114这个不是副牌的吗 中央电策吗 对吧 反正中央电策现在还是这样了 对吧 按照正常的这个估值来估 也就是1500亿 至少要看的 就是它实际上现在变成飞集团了 对吧 那成飞集团的估值就1500亿 反正就是按照这个估值正常来估 所以呢 嗯 就是 现在肯定还是一只板也买不进 大家也不用去看了 对吧 然后呢 今天早上有个落转墙 就是成飞基层 对吧 很明显啊 昨天你看中央回落嘛 对显日对吧 我说 那今天有个落转墙 早上就是有落转墙 大家看得很清楚 对吧 直接跳上去的落转墙 那么 这个呢 反正 嗯 像这种情况呢 不好说 因为它也有可能今天确实落转墙 但明天又下来了 对吧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就是那个中航电策的超预期就涨幅 比大家想象的更大 就是连板数更多 那么又会带动军工再来一波 但是 我总的判断 我那天不是说我自己跑那个 菲亚达嘛 肯定是没跑出来 第二天你看就是跌的嘛 对吧 肯定是跌的 那今天虽然还有一个冲高 但这种利润呢 就是它是处于不确定的利润 你没有算得那么好的 对吧 所以这个只能是说 呃 看看了 对吧 军工需要看一看 军工后面呢 呃 军工满快我觉得也是一样 就是 它不是拉了根阴线嘛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看 后面两天 这根阴线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能不能吃掉 就就是只能给三天的时间啊 就是 到周二的时候 如果吃不掉 那本身也是弱 对吧 军工也就是弱 吃掉了以后再看 那么这是从指数小元上来讲 然后 嗯 就是 中线来讲呢 我还是看好无人机概念 比如说 航天产行就是无人机 对吧 然后那个什么 中无 中无人机吧 还有一个叫 中无人机这种 对吧 那这种呢是可以 完全可以期待的 完全可以期待的 好吧 这个都是 怎么说就是 从中线的角度去考虑 对吧 现在反正就是 陈飞 集团借客 而导致这种跟随票 还有一些呢 就是 这个这个 套利票 对吧 赔跑票 包括跟大飞机相关的 那么今天市场 只有一个活口 就留了一个活口 这个活口就是互联网 这个就不是互联网 这个活口就是数字经济家 对吧 那我们看到了 这 Chat GPT的这个概念 对吧 然后呢 基本上 智慧政务啊 这个早上的 呃 元宇宙啊 大数据啊 对吧 信创啊 等等啊 反正这些 那 昨天呢 我是 昨天我给大家写 收评的时候 就写了一个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吧 所以呃 我上节课也跟大家讲了 我的盘盘大概算中上 就肯定是合格线以上的 就六十分钟 就是六 如果以六十分来衡量 中位数的话 我应该在六十分以上 当时我说了 你们要去看这个安宜股份 对吧 今天安宜就长得这样 这么多的股票 我为什么没有选其他的 我就写了一个安宜 因为安宜是这一轮 就是数字经济上来的趋势票 也就是容量票 因为昨天安宜的成交 有二十三个亿 对吧 所以今天就长停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的安宜只要活弱 那就是数字经济 就是加分项 那当然 这个人工智能肯定是好 为什么好呢 人工智能有个云虫 云虫啊 云虫科技 当然这个票我也没做好 那我要实话实说 对吧 也没做好 因为我昨天减了嘛 我想今天抄回来的 就是他往五十均线上跌 我就去把他抄回来 但是 没给机会嘛 没给机会 那就没办法 因为我昨天把那个 全走了 这个赛威全走了 然后云虫走了一部分 因为云虫为什么 说走了一部分呢 因为云虫是最正宗的 对标上堂的 他也是最正宗的 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可不是 最正宗的 能工智能票 我是这么看 我是这么看啊 我到昨天为止啊 到昨天为止 他就涨了百分之五十几 因为在一波行情当中 就是在任何的一波 逐线行情当中 一定会有翻倍票的 对吧 我吃不准谁会翻倍 但是因为在没有翻倍票出来之前 有些对标的东西你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云虫对标上堂嘛 对吧 所以我想把它抄回来 结果也没抄到 因为为什么抄不到呢 是因为昨天龙虎榜出来以后 云虫这天啊 就昨天那天 机构又加了一个多亿 昨天你们在龙虎榜上看到的机构 是真的机构 它不是量化盘 就它不是量化带的假机构 就是我们讲的 就有些是量化的 就是量化资金界的机构 机构通道 对吧 但是昨天那个不是 昨天那个是真机构 那么云虫的机构 在这波上升的过程当中 大概买了两个多亿 所以那今天就是变成加分项了 那么另外当然 大家我们看盘的时候还要看一个 因为昨天的托尔斯嘛 大家可以看 托尔斯昨天这根K线 一般来讲 今天肯定是要惯性往下跌的 对吧 跌到均线支撑 你又可以去买了 但它实际今天是小步高开 这也是超预期 所以本身注定了什么呢 然后今天的这个 Chatt GPT的概念 又是一个明面上的 就是分期转移制 也就是说 今天因为其他方向都落了 什么叫其他方向都落了 比如说 大家看 很久 直接早上就会按掉的 对吧 早上就低开 那肯定是落的 还有呢 光阳之类的 对吧 也是落的 还有那个叫22403的 这个艾斯达 这些都是落的 那么也就是说 其他地方都起步来 包括 新能源技术 新技术 这个 这个有色 对吧 消费今天 也是落的 基本上 基本上早上没有强的 早上最强的 就是他们 那也就是说 市场有一致性的 预期说 没有其他东西玩 只能玩 只能玩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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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 因为人工智能加强 对吧 所以今天 人工智能就 本来我想的是今天 人工智能能够 在 就是 昨天是 分期嘛 今天如果能够分期加大 那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但实际上没有给我们 这也是我觉得 可能对市场理解还不够吧 因为没有太多的东西 但 那好在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底仓是留着嘛 就是这些底仓是留着的 就没什么问题 那我说一下我大概的思路啊 就是 虽然 判断是有一定的失误的 对吧 有点失误的 但是我大概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跟他讲一讲 因为30044的这个赛维智能 它是一个 三连板的高度嘛 就是123三连板的20厘米高度 那昨天 这个 到头呢 很肯定的 所以他今天也百分不强 那他本身是一个弹性表 但是呢 因为跟他做对标的 跟他做10厘米对标的是汉王科技 对吧 那汉王科技 昨天是400嘛 那么汉王科技已经预定了600 就是你三个20% 对应的就是六个10%嘛 那我想的是什么呢 汉王今天肯定还是一字板 那么很简单 汉王至少预定六个 那么也就下周一塔还是一字板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不要搞了 也就说什么 今天如果有强分期 那肯定 比如说今天是强分期 就是人工智能也出现分期 再调整 然后市场又是一个普跌 对吧 市场普跌的话 那么就造成了 是什么 就是情绪会到冰点 那这又是一个买点 就是不是买汉王 你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托尔斯 或者其他云虫等等 反正就是这些品种里面 你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那这个买点进去了以后 因为汉王周一出来还是一字板 那么等于你今天分期点去低息 保不齐 当然还有一个买点就是 周一早上也能买 对吧 那保不齐就是 先手肯定是今天 后手是周一 那周一有可能直接就落转墙 所以大概的思路是这样的 但没想到今天会这么强 对吧 当然今天这么强 本身因为市场也没有其他东西 因为二月的主线就是人工智能 跟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因为昨天晚上 昨天收盘以后正好又有消息 对吧 包括数字确权啊 云基算案这些 对吧 大数据啊 这些都有利好 所以今天就涨了 对吧 大数据里面的开谱云 就20%了 那么 这些都是的 因为大数据昨天是有利好的 对吧 你看基本都是这些 都是跟大数据相关的 所以搞来搞去 大家会发现 主线是不是就是数字经济 假 只是在不同的区间里面 就是不同的分支里面倒谈 对吧 昨天时间新创表现得很好的 昨天新创对吧 前天 昨天新创都还行呢 那 到了 目前我当时在新创板块里面就画了这个 你看现在都实现了 就是到这个高度 对吧 就是到这个高度 但是呢 没完 就是整个二月份 他们依然是出现 依然是出现 只是在不同的分支里面去做 就是良性的轮动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大概说一下 怎么说 以往我们的认知是 最后 是不是大盘调整的最后是应该 这个数字经济板块补跌 或者说是这个 切的GPG概念补跌 我觉得这次倒不一定是 因为为什么这次春季行情 它只是在这个春季行情当中 做了一个正常的 回踩 就是回踩完了以后 市场还要上去的 它不是一个行情的终结点 所以它既然不是行情的终结点 对于数字经济范围来讲 它最多就是内部板块的轮动 而并不是 涨到头了 结束了 就是最后强势板块补跌 所以它的这个节奏不是这么看 就是整个的节奏 跟以前的不太一样 对吧 那我本来想的就是 像这个指数应该是 我昨天我在其他地方讲课的原话 我在这里也讲一遍 以后大家能记得 但凡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新的板块 这个不是新的名词 新的板块吗 对吧 一般来讲都是上去 冲顶 回一回 回完了以后还有干嘛 还会有一个更高点 但没想到今天就更高点 我本来想的是星期 对吧 然后星期啊 就这种 结果它今天就这样 那当然这本身也说明什么 第一个 现在的市场它本身不是一个说见顶见顶的市场 所以那也就是说辨识度高的板块个股 就是辨识度高的逐线 在市场其他地方出现负返汇的时候 它反而容易被资金更加高度的去抱团 然后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走 对吧 好那 话说回来 反正我们不管做到没做到 做的方法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以前都跟大家讲过了 就不再说了 对吧 就是一个是板块要有容量 要有容量票 要有弹性票 10厘米20厘米的这个 涨停 都有 对吧 既有弹性票 又有高容量的涨停票 然后呢 涨停票的加速 超过10家以上 对吧 它第一天出来的时候 人工只能就是10多家 15家16家 所以这些都符合 那符合你就去干 对吧 未来的每一两个月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你知道会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一跑进去 把肠位提上去就OK了 就能做了 这就是你今年能够有超额收益的秘诀 对吧 我这样 等于说手把手的叫你还学不会 那就没办法 是吧 就是就像 不要老盯着你自己的股票 有人不是问一划通吗 对吧 业绩今年是亏的呀 然后呢 今年的主线肯定不是轻能源 我就 我把话放在这里 肯定不是轻能源 那你就知道了 你的票 现在很简单 你的票 你看他的换手 一般好的票 就是 就是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涨 他的换手要达到5%以上 至少 对吧 你看你的票 就是你看这个票 就是 至少你要保持在5%左右的这个换手 你才能有个健康的上场 现在他的问题是换手都很小 对吧 所以显然第一个他不是主线 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守着这个票 你说我要守长线 我要守 金融元后面肯定要发展 我要守长线 我要守这个 未来 没问题 你可以守 但你 我说清楚啊 你守这种票的时候 你要有超级好的心态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 轻能源不是今年 至少不是目前春季行情的主线 它最多就是个轮动 市场好的时候 它也动一动 有什么消息刺激 它也动一动 但大部分时间 都是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真相收益 这个你要清楚 对吧 就是你跑到一家饭店去吃饭 人家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我们这里是西餐厅 我们不做中餐 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为什么 你想吃中餐的欲望就没有了 你只能点牛排 点其他东西 这叫大环境 对吧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你跑去一家面馆 面馆是不会提供你牛排的 沙拉 它不会提供的 对吧 那你要 就这样叫 你要顺应市场的环境 所以呢 这个票的好坏 不在于他的业绩好坏 而在于他本身没有处在现在最主流的赛道 或者抱团的方向上 那么你就得要等 要等到那个 他的爆发点 或者行业的爆发点出来 但肯定不是今年上半年 好吧 所以就是你要做长线 没问题 如果你说 我要想办法赚钱 我要想办法在存济行情里面要拿到比别人更高的收益 然后给没问题 那你就得切到数字经济里面去 其实数字经济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讲了一个多月了 至少吧 一个多月都不止了 对吧 从抢这个中国软件就开始了 如果我没 就是在你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人里面 我是第一个提出 数字经济家这个概念 没有 没有其他人 我在 就是我第一个讲 对吧 只有我讲完了 人家来操的 有些人开始来讲 那现在这件事情 正在不断被市场强化 强化再强化 那既然已经是再强化再强化的过程 那你就知道了呀 对吧 我们的重心在哪里 我已经该教的都教了 二十掌浮榜 你去看 排在前面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自己去看 这是过去一个月 市场给出的标准答案 如果这一轮春季行情 我们理解是还没结束 那么所有的领涨板块 它依然是领涨板块 它还会强者更强 每一轮行情 它都会有主线的 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那你想要获得超额收益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没有的 所以我方法 我先说 先说判断 判断可能带有个人主观情绪 对吧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 哎呀我看好这个 我看好那个 很正常 谁都有权利看好任何东西 但是你怕你的判断 它需要有数据来做支撑 那现在这叫数据 对吧 这些都是数据 你不能无视数据 就像哎呀我看好这个 这个饭店 结果这个这个饭店呢 天天什么 门口罗雀 人都没有 那就有问题了 对吧 不是菜品有问题 就是服务有问题 或者就选址有问题 那如果你也看好这个饭店 人家天天什么 门口要叫号 那说明你的判断是对的 所以这叫数据 那当数据支撑了你的判断的时候 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在你的判断上面 做加法 就什么意思 你要把仓位推进去 我想 我这样教 如果你还不能在思维上改变 或者说你在交易的这个节奏上改变 那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你不太适合 在这个 目前这个市场上 混了 因为不是说我讲的都是对 因为我们也是在跟着市场走 因为现在市场的特征就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每个人来市场都是希望他自己有超而收益的 虽然有些人 哎呀我不所谓 我就赚个百分之十 虽然你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往往你如果是这样想的 你反正百分之十都挣不到 因为如果你搞错了地方 你有可能亏 对吧 所以这就是 结果 我说一下 对吧 今年开年前多少人看好 权重啊 对吧 认为权重会跑赢 跑赢成长的 你这样回过头来看看 我说了吗 保险跌了一个 一个周 一周了 这个银行跌了一周了 就看连到 就是春节回来 这一周 对吧 那市场给答案了呀 我之前也判断 对吧 我也不能说我的判断就一定对 别人的判断就一定错 那你既然市场给答案了 那么就不用 就是在错误的地方 再走下去了呀 对吧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地方 对吧 就是春季行情的主线 既然有了 然后春季行情又没结束 那你必须跟着主线做 今天 对吧 如果你的仓位是在主线里面 就是在这个软件服务里面 在这个数字经济里面 我这么说吧 你有可能 可能你的股票也会跌 对吧 不可能所有的股票都是涨的 也有股票会跌的 对吧 但是呢 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对吧 有的时候 那万一 如果你正在中原海科里面 你前面赚死了都 还差这一跌啊 对吧 还差这一跌啊 是吧 那 在其他里面也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 你的股票你会怕 跌起来是小跌 对吧 或者今天是小涨 就软件里面的 那你 你已经跑赢市场了呀 还怎么样 你不会有这个巨大的亏损的呀 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我说的赚多赚少 对吧 给大家说过吧 顺便说说这个 忽略乱件 对吧 当时说的创新高 新高以后就上来了 那这是一种新高的走法 对吧 新高的走法 那么 往上走了 那就是 这个 这个股票已经是 满盘截获利 后面就是慢慢走趋势 软件行情不结束 它就不会结束 那反过来呢 那个叫浦门科技的 对吧 浦门科技的 我也说一下 浦门科技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 这个 就是支撑的 它把这个支撑跌破了 那么什么时候占回支撑点 放量 占回这个支撑点放量 或者最好是什么呢 把这个 我再画一遍先 再画一遍先 就在这里 如果能在这个 能够到这个上面 那就要加速了 就后面它有可能 有一段加速 你自己去盯 就好了 对吧 就是 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不在主线上 它的缺点是不在主线上 它不是 这个 它是做 医疗器械体外诊断的 它不是那个 软件的 对吧 这是它的缺点 自明上 就是对吧 那那个 普雷软件就是 就是板板正正的 对吧 它就是那个 软件票 就这个 所以它就能走得好 当然就是 这就是加分项 这就是板块 给它的加分项 对吧 所以尽量选板块 有加分项的品种去做 那就不太会 这个 出差错 就不太会出差错 包括之前我们讲的什么 虽然卖 对吧 就是包括这种 哪怕卖 汉德这种卖 它也慢慢又又会上的 因为这种机构票 然后什么那个数据港 之类的 对吧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它用底部反正上来 慢慢慢慢慢慢 也会往 因为它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跌起来也是小跌 对吧 底下都有军线支撑 那么 这一类的 反正就是 你别站错队就好 对吧 好 那 接下来说一下券商 券商呢 我们说了 手创嘛 对吧 手创今天比 比我想的更强 那正常来讲 我就说一下时间吧 对吧 本来我说 这个下周公布 不用下周公布了 就现在说 正常来讲 我觉得券商的下一个买点 是在下周二 下周二 下周二应该是七号 对吧 大概就是七号吧 就七号左右 反正就是下一个买点 那这两天呢 依然适合做差价 反正到了七号 不管怎么样 对吧 主要不是大仗 七号如果往下跌 那又是个比较好的跌 你们要相信 春季行情没结束 指数也没顶到位 还有高点 那券商一定有行情 对吧 所以我说 券商的主生了还没来 还保不齐 你给你搞两个涨停板 你就远远跑赢指数了 对吧 话呢 我放在这里 相不相信随便你 到时候大家看 这就是你要想 赢指数 就赢得指数 就是你想比指数 这个涨幅大 有跑赢指数的 这个超额收益的 一个B选项 就是券商 不是银行跟保险 好吧 然后呢 券商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信大证券 对吧 还没开板了 还没开板了 所以信大证券 开板 我估计可能也得下周 也可能下周 那等到信大开板吧 对吧 等到信大开板了以后 那就是信大收窗 有可能双双还有 双双还有一家 双双还有一家 好吧 这个就是跟大家提一嘴 提一嘴 那今天不是情绪不太好吗 对吧 情绪都是负反馈 高标的都是负反馈 很多 对吧 就很多 像昨天这种 主要就是看这种 像昨天这种你看 对吧 崩掉的 就昨天这种崩掉的 那今天直接抵抗就是负反馈了 这就是我说的核按钮 昨天已经提醒大家了 对吧 但今天没有什么 第一天版出现 今天第一天版出现的概率很小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等于所谓的资金去把人工智能做了一个一致性的落转墙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其他地方就很难出现这个真正的这个就是第一天啊 或者说是这个道路的反转 那么反正今天都是这种前面这种中位数的票啊 或者说高标的票啊 那出现负反馈 这是正常的 那这个负反馈是不是会到下周还会延续一下呢 我觉得会 原因是什么呢 我给他说一下 就我大概的判断 我大概的判断 在昨日的联盘里面有两支票 就这次是同围 我觉得同围下周要开了 同围如果下周开了 其实他对高标依然是一个负反馈 对吧 甚至对人工智能板块也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 积压 但汉王不会开 因为汉王不会开 同围开的概率就会很大 对吧 26个了 对吧 所以同围开的概率会非常的大 这个呢 智能智控的有点超预期 就是智能智控今天的涨停有点超预期 所以周一也不好说 正常来讲 我觉得周一有可能也得开 就这两个开的概率极大 就是破连板的概率极大 既然是这样的话 对吧 那么你看这种中位数的像先锋电子今天也挂了 那所以在还有四个就是连板票的情况下 就是今天是四个 下午不知道 对吧 下午我估计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意外 还没太大的意外 唯一的意外就是同心打吧 可能同心打的分子还行 同心打会不会有有有有有反报 然后去 这是唯一的 我觉得有活口 我看一下同心打的分子还行 同心打的分子还行 因为同心打这波分子 大家看 它是很明显分子上拉的时候是有点凉的 然后回来这里就没什么凉了 所以唯一的活口 有可能是同心打有点活口 大概就这样 对吧 那四个里面至少要挂两个 我觉得至少挂两个吧 这个可能挂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 对吧 超预期的可能小 就到下周的时候 至少我觉得同围肯定是要开了 对吧 智能自控这块 我觉得开的可能性也很大 那么这里可能情绪应该还会延续一下 到下周一的时候情绪 他们开了以后 那么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像这个光阳之类的 这个就不好说 那是不是会有些日内资金的回流 对吧 就是可能第一开了以后会有回流 因为从光阳的筹码来讲还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2403的这个爱斯达的筹码也还行 对吧 爱斯达的筹码也还行 底部筹码还比较扎实 我这个这两个是有点这个回流一期的 所以呢 下周一高标的应该还会这个继续的PK 对吧 就是还要淘汰 就是这四个里面还会淘汰 然后呢 先跌的那些有修复的预期 仅此而已 就是这是指下周一的情况 对吧 就是下周一的情况 所以下周一我觉得情绪上会有一定的修复 但是拐点最快要到下周二才能确定 或者说指数是不是最后完成了这波日线的调整 时间对吧 空间 那至少要到下周二或者下周二以后才能确定 好吧 那今天中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再次强调 一月的逐线就是数字经济加人工智能分支 对吧 我不知道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分支出来 对吧 当然也不一定是人工智能 就不一定都是数字经济 也有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对吧 出一条什么线 出来了我就会跟大家讲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做 你就尽量在主线里面做 因为你在主线里面做错了都有可能赚钱 更不要说做对了 但是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做错了可能赚小 做错了可能亏大钱 做对了可能赚小钱 这个就是区别 好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